在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中要说哪对夫妻最引人注意最让人见那么肯定就是买超和张嘉妮,两人在节目中虽然也有一些大打闹的情况,但却都是增进夫妻感情的玩笑而已,两个人在节目中也是不自觉中就到处撒狗粮,尤其是常得帅又有钱的宠妻狂魔买超更是一致获得了网友们的好感。 在网上还曾流传出一段买超向张嘉妮求婚的视频,这样的一幕也让网友们都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而买超在妻子这档节目中也曾说过选择,在5月27日求婚也是有深意的,并不是只是因为自己的生日是在那一天,5、27的谐音就是我爱妻,于是就想将这个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日子送给张嘉妮。 听到这样的话也让观众们都非常感动,纷纷留言评论,如果这对分手了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这样的话当然也代表着对张嘉妮嫁给爱情的认可和赞同。 在其中一个采访环写买超就被问道你最受不了张嘉妮哪一点,买超听到回答也没有犹豫直接就说太美,这样的话说起来也没错,毕竟被其他的丈夫们戏称为亚洲醋王的买超,也对妻子对别人的一个眼神动作都能吃错,也是实力宠惜了。 大家还记得当年的狗血剧《又见一连幽梦》吗?还记得剧中的美丽温柔的子灵吗? 如今子灵已经为人息为人母了,子灵的扮演者张嘉妮虽然不是很火,但是张嘉妮在现实生活中活成了子灵的幸福样子。 其实,张嘉妮结婚很多人都不知道,她嫁给的人是圈外人买超,不过也是个大佬呢?买超也很帅。 两人真是郎才女貌啊。 两人的一个孩子是在美国诞下的,小宝宝名叫OK,这个小名字是不是很有特色。 近日,张嘉妮被媒体拍到和闺蜜逛街吃饭,张嘉妮身穿宽松衣服,但依旧能看到微微隆起的小腹。 网友们纷纷猜测是不是白二拍了。 好多网友还问张嘉妮什么时候结的婚。 如今连二胎都有啦。 好快啊。 又见一连幽梦的片段还在脑中播放呢? 想起了幸福的子灵和费云芬了,如今子灵二拍都有了,原来女神早就嫁人了,看来张嘉妮扮演的子灵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嘛。 其实,张嘉妮塑造的最经典的角色就是子灵了,那个单纯,幸福的小女人,当时的子灵是多少女孩子所向往成为的女人。 现在再去重温,依旧能感觉到那种幸福。 话说,张嘉妮真的好少女,虽然如今已经是生过孩子的人,不过长得也太嫩了吧,看她的姓照,和当时的子灵都没什么变化,如今都怀上二胎了,还依旧如青春少女一般,气色相当好,真漂亮。 一定总被老公宠着,看来张嘉妮肯定一直被幸福包围着。 说实话,张嘉妮真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事业一直很顺,没有坎坷,在现实生活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费云帆,一定非常幸福吧。 现在二胎也可能有了,不说别的了,祝福祝福恭喜恭喜。 说起张嘉妮,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她的代表作又见一脸幽梦,让很多人见识到了她的美。 曾经这一部剧很火,也哄红了很多人,记得张嘉妮出演《子灵》之后,各大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都有她的身影,曾经风靡一时,随后的几年也拍过不少影视剧,但都没有掀起当时又见一脸幽梦的风潮,慢慢的人们渐渐就淡忘了她,她也似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然而在2014年的时候,张嘉妮通过微博公开了自己的男朋友买钞,也就是她现在的老公,据传买钞是一个超级大富豪,长得也非常帅气,身高接近一米九,但却并不是傻大哥,很会玩浪漫,花钱也非常大方,朋友都是一些富二代。 王思聪就是她的好友,张嘉妮嫁给她也是非常幸福的,两人虽然明正了,但是却还没有办婚礼,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最近张嘉妮孩子都出生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非常的可爱结实,两人一直非常恩爱。 张嘉妮说买钞把她当公主来宠,但最近买钞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热争议,张嘉妮一边被化妆师打扮着,一边喂着奶,拍照的人似乎站在后方,从后面看上去,她的上半身似乎裸着的,光溜溜的肩膀,身材特别棒,本来很温馨的一幕,却有网友吐槽,说要她低调点,毕竟是很私密的照片,还是